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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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同特使聊天 疫情反風無上 中間經歷一輪又一輪 又開又關又開又關 你們如何適應這個大的變動 明白 我想過去一年做市場的人 都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有開又關 準備又再收回 所以我們公司最重要的 都是看大數據的事情 就像今年初 我想去年的第四季 大家都會很開心 打算在聖誕節的時候 整個市況又會更加進步 但是奈何第四波又來臨 所以我們每一次 看過去的數據 都有些學習 譬如我們看到第三波的時候 在七、八月 我們大約整個香港 需要兩至三個月去回復 所以我們看到第四波 如果是12月開始的話 應該是在新年 或者是較後遲的時候 就會開始去復甦 所以我們看到新年之後 其實的確是有一個復甦的氣象 所以我們就推了一個新的項目 叫做日日有著數的意思 去嘗試刺激整個市場 我們當時看了大約一個多月的時候 的而且各個反應是不錯的 再加上四月的時候 其實香港律法局也推了一個 Staycation Delights 這個計劃 我想令到香港人更加了解 其實Staycation 是一個什麼狀況 和可以怎樣去玩 所以我們就承著所有的數據 看到在市場上的 需求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是剛剛在六月的時候 推出了我們一個新一輪的 推廣 我們也看到可以在暑假之前 可以做了一輪 我們叫做Early Summer的 一個推廣 反應是非常之好 所以其實在整個疫情裡面 我們會看到數據對於我們來說 對於我們的分析 和去做一些決定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明白 其實在疫情期間 知道你們可能會有一些 新的業務誕生 可能是一些食材配送 連一些烹飪影片教學 整個套餐給一些用戶 其實除此之外 你們有沒有一些 新的業務的嘗試 會不會真的去到這個時間 才會靈感爆發 也會的 我會說其實在疫情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主業旅遊沒有了 所以我們也做了很多新的嘗試 不過所有的嘗試 其實都是基於我們 相信 以顧客為先 他們的需要是什麼 還有我們也在看 我們正在做的 是一個旅行的平台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業務 可以再向前推進 是做到旅行旅行的一件事 其實我們整個業務 在疫情之前 已經開始去鋪路 做Local for local 因為我們相信 喜歡去旅行的人 亦都很喜歡 在週末的時候 到處去養飲食吃 消費 不過當時當然 我們始終的業務 重心會放在歐巴爾旅行 但就是因為正正疫情 這件事 令到我們 我會說是一個機遇 令到我們可以 配多些資源 去發展我們本地的一些 職業的事業 所以在這段時間 除了剛才提到 我們會做的食材 配送之外 其實我們也開始了 其他週末的消遣 其中 發展會有些 美麗的事業 如果大家做得很辛苦 可以上來我們平台去看一看 另外就是 娛樂 因為我們相信 去旅行的人 是非常喜歡娛樂 這件事 隨著香港現在 疫情比較穩定 其實有很多演唱會 或者展示會 都已經再度推出來了 所以這兩個都會是我們 在下半年 會再給力去推的 我們的極度 另外也想好奇一問 其實疫情的衝擊在所難免 其實你們的營業壓壓方面 有沒有那個影響 有沒有什麼時候去到哪個 可以復甦 等等 我們也托賴 我們在去年疫情的時候 在3、4月開始推出 Justication 所以經過了 8、9月去到去年年尾 我們的業務也開始穩定 當然未可以復甦到去 以前可以旅行 頂盛的時候 暫時都沒有 但譬如在去年年尾 我們看回 在疫情之前 我們本地的消費 對去年10月的本地消費 其實水平已經差不多了 2021年的時候 那個業務 我想那個 會氣更加回得好 到現在的時候 我們真的可以開始去看回 我們接近我們旅遊之前的水平 是的 近期有沒有什麼搞錯 好像聽說7月起 香港政府就 准許一些公海郵輪的市場 可以復甦 其實你們會不會有相關的舉措 我們現在都積極和郵輪公司談 我們都在近期的時候 上了一些郵輪產品 暫時我們都在看市場的反應 之後會再作調整 相反其實在7月8月 我想有一個更加熱門的話題 就是香港會派錢 5000萬這個消費券 所以我們的平台其實都已經 非常準備這件事 我們已經和四大的 也有一個合作 在7月的時候 也會開始推出一些不同的公開 希望大家收到錢之後 在本地旅遊的欲望更加高 希望可以刺激到消費 我們休息一會再談